一天 陶司令 你叫我 子明啊 我给你介绍我重要客人 伊藤先生 伊藤先生 这是我的林副官 你好 伊藤先生 咱们见过面呢 你好 伊藤先生跟你一样 也是个副官 但是 小天一郎先生的副官 这次他就是 奉小田先生之命而来的 能与陶思林合作 是我们的荣幸 陶思林 我不便久留 希望下次在波头见到你们 好 那我送送你 一鹤先生慢走 在这儿等我 是 等我 我 李大哥 我爹 我爹他是韩奸 是 小的事 为啥 我就看不惯 他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的 李大哥 你可想办法阻止他呀 四爷 你别急 听我说 你爹很固执 你要这么一闹 一切就全乱了 乱就乱 谁怕谁啊 四爷呢 四爷 跟娘去秋才凤那儿 取衣服吧 不去 你这闺女 都快成亲了 还怎么不懂事 四爷 替话 去吧 那我走了 四爷 孩子 怎么样 来 坐下 我告诉你 这次我跟晓天他们 要合作一把 那 司令准备跟晓天合作什么呢 接应他们过黄河 日本人打不过黄河去 一直是块心病 知道他们的目的吗 打过黄河去 消灭共产党在延安的根据地 让八路军的后院着火 原来晓天不是商人啊 商人 原来晓天不是商人啊 这是日本人玩的把戏 他从来就不是个商人 这是幌子 我告诉你 他是 大左校官 掌握不少军队呢 我跟晓天接触了好几次 我觉得他这个人比廖司令实在的多了 他给的好处多 我这人就知道 反正有哪便是娘 子明啊 我把牢底都兜给你了 你要绝对保密 廖司令 吴司令 一个都不能让他们知道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这事儿我连耳朵都没有告诉 好 司令放心好了 我知道保密的重要性 不瞒你说 我当时心里也很别扭 为日本人做事 但是 这日本人要打过黄河时 大势所去 他不是从这儿就是从那儿 谁拦得住 对我来说 只要有好处我就干 他不想了 他很可怕 他就擒了 我不想了 但是他的方式 我不想了 就想想了 我放弃 他不想了 他就要帮忙 你 他说 我放弃 你 我放弃 我放弃 也不怕 你 我放弃 你 还不想了 我放弃 娘 大红回来了 大红到咱家了 二道啊 帖子都发出去了 老爷 该发的都发了 那河那边的吕掌柜呢 也发了 吕掌柜就说有事来不了 派人把李送来了 这婚宴的事你一定得办好 放心吧 老爷 娘 您儿子回来看你了 大红回来看你了 娘 儿子一走 就再也没回来过 等我回来了 娘的分头草又长了草 娘 我这是第一次来看您 也是最后一次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 大虎是老金家的儿子 大虎身上流着是老金家的血 大虎 大虎 起来 大虎 你能回来看你娘 娘她再天有灵 也会高兴的 这下你们娘俩都随了心愿了 离夜走吧 我想再陪陪我娘 大虎 这可使不得 如果让驴渴望那个老贼知道了 他会把你当成二虎 要对你下手的 离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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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管家 我赶紧二虎回来了 给他娘三万分 我会和那边去了 大老 这都一天了 你还在想那事呢 今天一过 二虎 就成了桃家的人了 成就成败 春桃都死了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来 喝杯茶 别再着急上火了 再想啊 这事也掰不过来 你放心吧 像桃振远这种人 早晚都会挨刀子的 都给我听好了 傅生和牛王到前面去 盯着碉楼上的哨兵 一旦有动静 就给我干掉 美超 你带几个人到后院去 抢些粮食和肉傻的就走 记住 谁也不能到中院去 三当家的 你带几个人在外面接应 这条通道必须站着 一旦被发现 就从这儿跑 二当家的 那你去哪儿啊 我有我的安排 你别管 记住 抢了就走 咱这不是给桃振远 挠痒痒的吗 你一个人能杀了桃振远 那你去吧 去 我哪儿开啊 不敢去把嘴闭上 行动吧 你真的要去中院 我去看看 能不能把你儿子抢出来 你可别硬闯 放心吧 我这条命 不会轻易送给星桃的 子明啊 本来 是不该在你大喜的日子 说这件事情的 小田的事我接了 就不敢马虎 我得把部队训练得好好的 可能有一场大仗要打 司令说得极是 咱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是啊 是得准备得足足的 我这就去一趟警卫连 有些事要跟耿连长交代一下 这院里的事呢 你先招呼着 明天这个军装 就别传了 孙娘给你做了新的 是 不行 我不能放过陶正元 我要杀了他 你守住这儿 三刀家的 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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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 他在哪儿 是我 你干吗来了 二男家得让我来保护你 我不用 这儿危险 让你管 你们快走 快走 快走 戴戴戴 明天大小姐和林副官 真要成奇了 你个使唤丫头 你打听这么多干啥呀 把暖子捂到被子里去 我带着四成出去转转 我爱你 来人哪 来人哪 大小 胡子来了 我爱胡子来了 我爱胡子来了 快点点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看好是仇 好 快 救我 快救我 快救我 快点 司令 是胡子 老爷 你不要炸心上了 干得好 司令 看来我这飞镖 还是有用的 我说过没用的吗 弟兄们 摇魂起来 想了保护图团 好 好 好 震头 别跟我上山了 走吧 没人能拦你 不 我不走 上山各场 我要给你一块划辩 也好 咱上山就对付刘夷刀 拉杆子下山 走 这个刘夷刀 他吃了豹子胆了 就是 胆子也太大了 都抢到咱们桃家了 看样子是有预谋的 不然不会单挑这个日子 我要学习莫叛山 我要亲手宰了这个刘夷刀 司令 是咱们疏忽了 只怕两个人开守侯院 结果被他们给钻了空子 我想他们是熟悉地形 我怕 耿连长都未必能追得上他们 等着 等我有时间 好好调着他们玩 老爷 明天的婚宴还摆吗 摆啊 我要让他们看看 我陶正元没被他们吓的 我要热热闹闹地 为我闺女成亲 大当家的 你这是 二当家 三当家辛苦了 我来迎接你们 这些兄弟是 好 大伙认识一下 这是贺兰山的兄弟们 以前跟我就认识 这回他们柳子栽了 投奔咱们来了 好啊 各位兄弟 幸亏幸亏 幸亏幸亏 大当家的 还等啥呀 陶家咱们也抢了 弟兄们也来了 回去白酒 好 上山 别怕 天塌不下来 春桃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可我明天就要和大小姐成亲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春桃 你留圣哥对不住你 没有帮你把儿子救出来 就差那么一点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 就你的那个副官 是他吧 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什么事 我听到和我看到的 是他的事吗 对 他和陶家大小姐明天 明天是她们大婚的日子 陶家正在准备 明天办喜事 陶家正在准备 明天办喜事 不可能 不可能的 相信我 是真的 不可能的 他跟我说过 他这辈子都不离开我 他这辈子都不离开我 他为啥这样 他为啥这样 咱也不清楚 他就要成为姓陶的女婿了 他就要成为姓陶的女婿了 他知道姓陶的是谁 姓陶说不公戴天的仇人 是我要杀的人 也许他有难言之隐吧 难言之隐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见过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他这么大个人了 他是不答应的话 姓陶的怎么灭他 他都不强的 他一定是骗我的 他一定是骗我的 可他在暗中帮我们 你难道看不出来 我的命就是他留下来的 要不是他手下留情 我从陶府出不来 要不是他扔的那一标 死的就不是美少 而是你 不止他 恐怕咱们两个都回不来 山上风大 回吧 我不回去 听话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儿子 可是 他在那个姓陶的手里 也在我仇人的手里 刘尚哥 我要下山 不行 我要救我儿子 我杀了姓陶的 杀了陶府 知道 这帮人闹的 陶家的婚事 算是去不成了 张贵的 张贵的 李送到就行了 不一样啊 陶正元讲牌场 他计较这个 张贵的 二虎回来了 啥 二虎回来了 对 回来之后跟他娘上了坟 就又走了 你为啥不早告诉我的 掌柜的不是去宝德了吗 您这一回来我就 看清楚了 是二虎 不会有错 是二虎 他上哪儿了 从河那边来 又回河那边去了 那他会在哪儿呢 掌柜的 您不是去过陶府吗 在陶府您见过春桃 春桃就在府远 那二虎他能走远吗 好二虎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我让陶正元收拾他 我就不信了 他还成了精了 老当家的 我还要去陶府 不是说过不行了吗 昨天不刚去过吗 本败长命都丢了 他不长记性 陶家办喜事 咱们也去凑凑热闹 给他送饭大礼 这次 我不偷偷摸摸地进去 我要从前门 大摇大摆地进去 你有这个胆 有 胡子能成做上课 我这还头一回听说啊 你要是有这个胆 那我给你备份大礼 不用了 我就是那份大礼 赵子龙浑身是胆啊 佩服 佩服 我这就走了 佩服 佩服 这样 你要是把陶正元脑袋 拿回来 你就是老大 咋个事儿 听说三灯架在下山了 是啊 说是给陶正元送大礼去了 你混账 你事让我去送死 我还纳闷呢 这胡子喊着要去 我拦都拦不住 行 我遇到你真相 他要有个好歹 我守着你 好多疯了 这就是一个一个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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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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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到齐了 谢谢 谢谢 唐司令 恭喜啊 恭喜 廖司令 吴司令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都光临 我真是太感谢了 好 司令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令副官 恭喜 谢谢廖司令 谢谢吴司令 好啊 这可真是 肥水不流万人田哪 陶兄什么人哪 惊得很哪 来 七管家 把廖司令 吴司令 先请到客厅 好 廖司令 吴司令 请 请请请 请请 陶司令 好 恭喜 恭喜 恭喜啊 谢谢 陶正元 陶正元 明天陈道就是我媳妇了 陈陈道 陈道 怎么 你靠是鬼呀 我告诉你 陈大人 现在我是墨盘山三当家的 我今天来 是来给你送大理来的 好 今天来者都是客 你的礼 我收 好 姓陈大人 你可收好了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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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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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明 今天都亏了你 要不然我就没命了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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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看见啥了 看见啥了 我看见春桃了 春桃还活着呢 大白天你说啥梦话呀 真的 他闯到二虎的婚礼上去了 你咋不信呢 春桃差一点 就把陈振远给崩了 是二虎救的陈振远 你看你 越说越没边了 二虎能救陈振远吗 你咋不信呢 我亲眼看见的 他穿着黑大衣 围着红围巾 那个围巾上面 还绣着一朵梅花 所有人都吓跑了 我没被吓跑 我看得真真的 真的是春桃 真的是 那后来呢 后来山上的胡子 把他给救走了呀 你本事越来越大了你 你吃了雄心包子打呢 我真的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帮陈振远 要不是他 明年的今天 就是姓陶的忌日 我现在真不知道 应该跟你说啥好 刘生哥 你也知道 他就要娶陈振远的闺女了 他就要做姓陶的女婿了 我不能让姓陶的成心 我要报仇 我要杀了他 我多害我儿子 我这一去 我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春桃 你这条命 抵陶正远的一条命不值 我觉得值 那好 我问你 刘异道为啥让你来 你这一杀一拼的 陶正远死了 也正好除了他的心头之患 你死了 他还不得白酒清贺高兴死亡 我管不了这么多 我只要报我的仇 谁没仇 就你有仇 报仇也要等机会 你没看见 刘异道心动买的那些人吗 这个时候咱们千万要小心 好则请攻进气 走吧 上山 就停下来 token 大家先关这一条 几条 谢谢 我没事 上瘦呢 我没事 你怎么喝 你先洗会儿 我去给你倒杯水 来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 林大哥 喝口水啊 喝 你到炕上去睡啊 林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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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龙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睡不着 大龙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这清也沉了 糖也败了 我现在恨不得抽二胡两个大嘴巴 我才不信呢 他要真站在你面前 你舍得吗 他也不信呢 还不信呢 还不信呢 但是还是不信呢 他也不信呢 他也不信呢 我 你 你 春桃 你要原谅我 除了你 我不会碰别的女人 阿虎 明天 我们真的要成亲了 真好 明天春桃就是我媳妇了 obrig 好 她 子鸣啊 这么早就起来了 唐司令 都拜过堂了 是不是该改口了 有功我不好意思 也是 不过你想叫啥都行 昨天这个事 我要好好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就丢大人了 你想想昨天这个场子 真要闹得个鸡飞狗跳 那廖司令 吴司令看了 不大小话了 你知道我是个好面子的人 上回同盟军成立 就丢大人了 胡子俩捣乱 这也是成事 这些个胡子 还真他妈皮痒痒了 等着 我会让他们哭都没眼泪 陶正远杀了卖手 这事没完 老大 咋干 你说就是 嗯 你们几个下山 去陶正远警员连走一趟 老大 挠眼睛得挠在脚心上 怎么挠在屁股上 挠哪都是挠啊 挠不着吓唬下也行 我看干脆 直接闯进陶府得了 你以为陶府那么好闯的呀 二郎家三郎家闯了好几回了 闯出杀命他了 你们几个刚来 不能就这么折了 我不划算 那成 那哥几个 就去转一圈 好 通款 这是我的钱 现在就是你们的了 什么当老大的呀 当老大就是一分钱没有 都是弟兄们的 我要钱干啥呀 我有弟兄们就够了嘛 你 你 下山 去揪这乡酒馆 找那个叫大龙的 弄死他 就算弄不死 酒馆就给砸了 好 没问题 姐 这信上说的事很紧急 我得赶紧走 去顾问我 大龙 你这一走 我心里就慌慌的 慌个啥呀 这条拖刀 跑了好多年了 没事的 我一走上这拖刀 心里就亮堂堂的 浑身都是劲 大龙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儿呢 你看你 咋又往外出向 你要是敢有 我找不了你 行了 不啰嗦了 我得走了 那 自己要小心啊 走了 林大哥 你在那边屋子写字的时候 我时常想 什么时候你写字 我就在旁边给你研磨 没想到这样的日子 真的来了 你怎么不写了 四眼 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句话 别 别说 林大哥 我知道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你跟我澄清 是为了应付我爹 我 我 我不是傻子 四眼 别想说 林大哥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谁呀 梁威爷 你们要吃点啥呀 吃啥 想吃你男人的肉 说 你男人呢 开啥玩笑 我男人又不是唐森 可他得罪了谁你知道不 刘易刀 那是我们大当家的 我们是来要人头的 梁威爷 大家都在江湖上混 挺不容易的 能不能互相担待一下呀 这娘们倒挺会说话的 阿伯娘 别耍嘴皮子了 把你男人交出来 我男人不在 走了 跑多道去了 你她娘骗谁 谁骗你了 我的酒馆就这么大 不信你可以搜啊 那不行 那你要咋要 要人头啊 我的人头给你 行吗 你的人头交不了餐 给我打 不干啥 住手 我告诉你们啊 我要是大喊一声 逃这眼的人过来了 你们也吃不了兜着走 这傅远程的娘们 倒挺邪乎啊 我就不信了咋的 你给我揍手 揍手 行 你们要砸管子是不是 敢不敢比试比试 比什么 比喝酒 看今天酒了吗 咱们一人一晚喝 不 我要是先喝趴下了 你们这把管子给砸了 你们要是喝趴下了 就立马给我滚蛋 敢不敢比 老娘们还成金啊 来 不敢喝啦 喝呀 不敢喝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他对大龙下手了 他派新来的两个人下山了 八成是去了酒旅乡酒馆 那怎么办呀 大龙他是为了我 你别急 等他们回来以后 我再看看啥情况 刘山哥 这次华鞭 是不是要泡汤了 不会 只是 只是这些人一来 添了些麻烦 怎么一看 刘一道对我们早有防备 不用怕 就算最后血鞭 也要杀出一条路出身 我跟着你干 你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春桃 我不再认命了 对 这次华鞭的口号就是 不认命 求新生 不认命 求新生 是吗 又想把你都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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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